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几年前去日本要用10元港币才可以换到100元 现在5元多一点就可以换到 即是买东西吃饭现在差不多有半价 由早前日元跌穿7船 去到去年跌穿6船 再来到近日跌至近5船 不少港人都打算趁低耐烂 预先畅定日元 日元汇率是不是真的已经见底了 复活节长假期 Anna和不少香港人一样离开香港旅行 这次她就选去日本 打算放松一星期 来到行程的第三天 她正身夕在白川乡 第一日来到的时候 就去了个旅游休息 然后第二天就去了滑雪 今天第三天就来了白川乡 那就看一下文化为止 现在就是在世界文明的白川乡 虽然现在是来到春天了 就开始溶雪了 但其实看到仍然有雪在那里 就在这个合掌村 之后就会准备去吃饭 就吃这里出名的飞蛋牛 几年前日元对港元曾经升穿十算 即是十元港元才可以换到一百元日元 直到近一两年跌到五个多港元 已经可以换到一百日元 Anna说为了这次旅行 她几个月前已经用大概一万元港元 换了二十万日元 当时已经觉得很便宜 因为那时候跌穿了六之后 都觉得很便宜 那就唱多一点 因为那时候十一月 都印象中是挺便宜的 我来过日本应该有五六次 可能由五年前左右开始 我也觉得真的便宜了 我以前也是算六 现在我就直接算五 我就觉得东西是便宜了很多 就像打了一个折 原本已经觉得很便宜 谁知道她到了日本这几天 日元继续跌 更一度跌至五个一毫四水平 创三十三年来的新低 但Anna说不怕唱贵了 来到这个旅行就发觉 她又再低了 我都有说不如可以用credit card的地方 就用credit card 因为可以吃到现在的汇率 那就再便宜一点 看一个小时一直都在跌 我觉得日元可以够唱 反正日本都是大家的家乡 都会继续来的 所以就唱多些日元 继续来玩 继续来消费 便宜一点 日元下跌也都带动香港 找换店的生意 有找换店换制人说 虽然部分旅客会选择 去到日本当地再用信用卡消费 但仍然有人坚持先唱钱 如果是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假期在这里 所以就是唱着这个假期用的 如果撞到他们低了 跌下来了 他们就会唱定的 唱定下一次去用的 一换实体货币 那肯定是放心一点 因为有些他不收卡 其实商业卡那些 都是有手术费那些 还有会失去的问题 当然是现金会比较低一点 他说因应日元下跌 店铺近期的生意额都倍增 他们都需要多准备期货 应付兑换量 最近这10天唱日元的金额 是多得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对比之前 每一天的成交贡 基本上是一亿多的日元 就这10天左右 每一天就有二亿多 平均每一天都有二亿多 那22毫那天是达到六亿 是很多的 是非常多的 现在是五月 我们都会比得多货的 日元跌到五个一毫四水平后 现时有轻微回升 外界普遍估计已经见底 但也都有分析认为 可能会跌穿五算 盐城会就预计 日元会来会徘徊 在大概五算的水平 不担心会出现期货滞留的情况 因为五月的话 都站了很久的了 相信短期都是差不多 波幅 好像你五二到五四这些位置 即五五这些位置的波幅 都是正常的 因为日元始终都是有些波幅在 日元没有美金和港币那么稳定的 有旅行社负责人就说 日元持续下跌 今年复过节假期 日本旅行团的数量 已经回复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日元就低算没算低了 继续跌下去了 今年复活节之前的一个礼拜 刚刚就是日本的花旗 就是樱花 其实就不是到复活节 先开始 我们看到在25、26号出发的客人 已经是非常之多的 整体这个复活节 同比去年再升了 是10%左右 但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 港人已经消化了日元下跌的消息 相信今次会率跌到误算 并非黑人暴团的直接诱因 其实是变化不大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 就算在疫情之前 日元是7-7.2元 是对这个100日元 当年去日本的人次是240万 其实日元是对大家去到玩 是开心点 花钱抵点 就算是7算 都不会影响他们去日本 那个心情和意欲 虽然日元持续下跌 但旅行团就未有减价 圈国传说主要因为跌幅较轻微 旅行社未必会即时调整价钱 如果我们之前计算 是用10万英等于5200元港元 今天跌了5.17算 即是等于5,170元港元 即是差价是30元 我们不会因为便宜了30元 我们在价钱里面减30元 我们一般就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是贵了的 我们自己本身成本贵了 就赚少了 如果是便宜了 即时反映 我们自己的利润是会多一点点的情况 就不会每次日元升我们就加价 每次日元减我们立刻减价 日本央行早前改动货币政策 将基准利率重复0.1厘 上调到0至0.1厘 是17年来首次加息 外界普遍认为 今次的加息会令日元汇率掉头向上 但最终日元继续在低位徘徊 有本港学者解释 今次日本加息幅度较小 日元汇率未必会大幅上升 已经去到过去几十年 都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历史的低位 刚刚早前日本央行 他就加了息 加了10个点子 所以近日日元 都有些轻微转强的情况 这个浪潮 就可能是维持一段的时间 特别是如果是美国开始减息 日元维持一个正的利息 甚至到再加的话 那他就应该日元会有少的强翻一点 就是说会有一些的升值翻少少 但是能够升值翻 可能是1美元 去到大约100日元上下 这个短期来看 就可能是有点的困难 他认为今年日元继续下跌 除了售美元 未来有可能加息影响 还有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 日本是过去过一场的时间 都是全球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 因为日本车 主要都是省油和较为经济 去年看回我们的统计 中国已经是出了日本 成为全球出口汽车最多的地方 是少了需求日本货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日元的需求 也会因此而减少 进出口方面的形势 也有些转变的话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日元未来的走向 他也留意到 现时有不少港人 有兴趣投资日本产品 他提醒市民要留意相关风险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 在冬季买楼的 觉得日元这么便宜的话 可能是买一间屋 打算做民宿去收租 又或者是买日本的相关的股份 或者股票 但是任何投资都会潜着一个庞大的风险 原因就是日元现在在反弹的周期 有机会进一步反弹 日本一些外贸的经济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我想如果真的要去投资的话 要衡量他们的利与币才行 事事当面看今集时间交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活节长假期开始 很多间公立医院的急诊室都很繁忙 有家庭医生就提醒 假期最会多 新冠流感感染的机会或者会增加 广华医院急诊室上午显示的 轮后时间一度超过八个钟 伊丽莎白医院 新界的北区 屯门和马加烈医院情况都差不多 去到下午稍有舒缓 当局近日说 新冠病毒活跃度虽然有缓和 但是阳性个案比率仍然比去年下半年多 而流感活跃度仍然维持高水平 有家庭医生预计 长假期过后会有更多人感染 因为旅游或者人的接触都在一些现在病毒和性菌都比较多 去加差感染的时候 位置上又空气 那个变化 这里的温度又有很多 当中有五十几个连星期日都开 医工局由即日去到下个月7号 急诊室有特别退款安排 轻症病人轮候期间 若果想转看私家医生 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 HA高申请退款 无声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复活节和清明假期接近 打工仔可以自制10日长假 有市民就说趁机场途旅行 在机场离境大堂 航空公司登机柜位大排长龙 日本继续是热门目的地 因为日日便宜 所以去买东西都会疏爽一些 我抢一万多元的 其实其他可以录卡 价钱贯不贵 那些机票就有点 我好像订购就不是那么便宜 但我觉得不算贵 我现在一个人连吃东西 都差不多四五千元一位 复活节假期去到下个星期一 星期四就放清明假 打工仔或者学生请三日假 就可以连放十日 去到4月8号才上班上学 有家庭加码到澳洲玩到四月中 跟家人吃饭 去高门 挺爽的 因为本身平时要回 请一至星期五可能要请五日 但现在可能请两天 就可能已经放到四日 佔日假 排完队办理登机手组 入去出境检查大堂 要再排队 高铁西九龙站都人潮不绝 长假期可以搭高铁去到省外玩 有一家大小去福建八日 小朋友有假期 大人有假期 又回到比较多人 请多两天 然后说香港都没什么玩的 消费又高 我吃美食节六七十元鱼蛋 怎么消费 内地好不好都叫新鲜 高铁在假期期间 加开往返西九龙站 和福田站的班次 每日增加最多28班车 去各站点的班次增加到200班 有市民即场买票 不过多班列车的车票已经卖了 报线电视记者梁润祥报道 混书署说明天还是出行高峰期 预计明早开始 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大桥交通会非常繁忙 而港铁东铁线 花景专营巴士及金巴 后车时间和车程都较长 由于计去机场的交通需求较高 呼吁经陆路和机场的离境旅客 预留充足时间 考虑被开上午的繁忙时段 也都以指示刑办商加强服务 另外机管局说机场私家车 长期停车位已经近乎拍满 兴营客货车长期位全部拍满 呼吁旅客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机场 复活节假期期间 澳门预计日军旅客量达到10万人次 酒店订房率有8到9成 驻澳门记者邝慧敏报道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中午入境人流不算多 当中不少是香港旅客 专程过大海度假 有精打细算的香港旅客说 完成澳门一日行程之后 就会转到珠海游览和流宿 澳门旅游局预计 复活节假期期间 日轮旅客量会达10万人次 酒店订房率会有8到9成 有旅游业界说虽然现在港人忠情回内地消费 但是政府经常举办不同活动 加上酒店设施和服务仍然具有吸引力 相信房价不会影响港人来傲意欲 澳门的酒店都有它的吸引力 澳门服务着的房价只是比平时周末的房价 可能差不多或者略高一点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平稳和可以接受的 澳门旅游局资助社区活动在复活节期间举行 期望为旅客提供多元的旅游选择 促进社区消费 无视别事主澳门记者邝慧文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今天闭幕 论坛秘书长李宝东预计 亚洲今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长六成以上 呼吁各国叫团结合作 邓杰仪在海南博告报道 在海南举行为期四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星期五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 论坛秘书长李宝东重结时提到 今年年会举行了119场媒体采访和发布会 与会各方达成多项共识 认同只要团结合作 才能够更好应对挑战 世界应该消除不公平的贸易壁壘 确保平等而不是少数国家受益 却预计亚洲今年在全球经济增长 商品贸易等方面贡献达五成以上 强调亚洲各国要团结合作 推动深层次融合 亚洲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 要防止外部挑拨利剑 防止政治集团对抗 对外部搅乱亚洲发展环境的企图 亚洲人民 亚洲国家 应该坚定地说不 李宝东形容中国是后疫情时代 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流底柱 有望继续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最大的国家 他又说要发展新质新产力 教育和人才的抱养尤其重要 要培养一大批懂科技 懂资本 懂市场 懂法律 懂金融的企业家 和专门人才 他们是新制生产力的主宰 这一点 在今天的这个年会上 有了新的认识 李宝东说 今届年会讨论里面 各代表都受不同议题 展开充分热烈的讨论 在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方面 取得共识 年会整体获得重要成果 波红亚洲论坛闭幕之后 会举行四场专题会议 其中科技创新主题 会在香港举行 大会说 正是与特区政府 商讨具体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 邓杰盈在海南博鹅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黄毅 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时 希望日方认真妥善处理 福岛核污水问题 黄毅说 多前国际形势不稳定因素 明显增强 希望日本多做有利地区 和平稳定的事 同中方一度 维护亚洲和平发展大局 希望日方同中方 相向移行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把握中日关系 认真妥善主理 福岛核污水排海等 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 坚持和平发展的既定方向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 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五福田康夫时 日方愿意和中方增进相互理解 加强对话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转体下 日本东京正式进入櫻花柜 气象听话 比去年迟了15天 千代田区政国神社的 掩井吉野婴 是作为东京櫻花的开花标准 吸引了不少的民众聚集 截至当地下午大约2点 有11朵櫻花开花 超出进入櫻花柜 所需的最少5朵 预计一个礼拜 直到10日后会胜放 去年的开花日是3月14日 今年比起往年迟了15日 亦都是相隔10年 迟过平均开花日 气象厅官员就说 原因是2月的气温过低 福活节长假期开始 近60万香港人外游 各口岸都逼爆 台湾素食餐厅 两个人食物中毒死亡 怀疑涉入致命毒素迷酵群酸 供物发烤或者浸泡木耳都会产生 荷兰龙头晶片设备公司ASML 计划出走 搬到其他国家 政府出手楼企业 大家好 我是黄善河 福活节长假期开始 大批市民外游 截至下午4点 有77万人次经国口岸出入境 近59万是出境的香港居民 罗湖、洛马州支线 和港珠澳大桥最繁忙 一度要等超过半个小时 北上大迁征 早上在多个六路口岸上演 东铁线往罗湖或者洛马州 列车加密至三分钟一班 仍然斑斑爆门 在粉岭和上水站 乘客等完一班又一班 都未上到车 没想过这么多人 对 来到才发觉 原来都要等几班车 预计之内的 但是这样 懒得小朋友放假 都要陪下他们 迫到上车 抵达罗湖 见到的都是人狼 有人放弃截反 港铁一步呼吁乘客 考虑改用其他口岸 但是转去乡原围 同样都要等 粉岭站外的巴士站 等车的人狼伸延几百米 巴士加密至大约五分钟一班 巴士公司加排职员疏道 没敢击逼的是 罗马州黄江口岸 黄巴的客流相对疏落 而在港珠澳大桥 黄珠海或者澳门的金巴 乘客带牌长龙 等入离境大堂已经是考验 人太多要分流 巴士迈站都要等 人潮持续到近矮 才逐渐减退 汽车过了大桥 进入珠海口岸前 曾经济湿 至于深圳湾大桥 烧头组不上的车楼 同样一度繁忙 行车缓慢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混书署说明天仍然是出行高峰期 预计明天开始 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大桥 交通会非常繁忙 以港铁东铁线 跨境专营巴士和金巴 等车时间和车程较长 由于隔去机场的公共交通需求 亦都较高 呼吁经陆路和机场离境的旅客 逾留充足时间 考虑被开招早繁忙时段 已经指示营办商家驾服务 另外机管局说 机场资家车长期停车位 已经接近泊满 兴营核货车长期位 全部泊满 呼吁旅客尽量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到机场 不少北上的港人觉得 深圳消费比起香港经济十位 这个长压期不会积极来回 吴家軒在深圳报道 深圳罗湖这个大型商场 网红芝士蛋糕店 不少慕名而来的都是香港人 行到口渴 亦都可以喝一杯首饶饮品 有退休人士说 即兴北上过夜按摩 打三个钟头 足三个钟头 就是180分钟左右 骨头 然后眼睛 然后吃一餐饭 洗头 吃完早餐 喂你爸爸的 抵得烂 抵得烂 是不是做不到这些全部 完全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去整眼镜 深圳地铁网络近年国大 不少香港人都说出行体验方便了 也都不再只是局限在口岸一带消费 以往不少香港人到深圳玩都是即日来回 有人就说今次趁长假期 准备玩两三天 没有的 我们自由行之外去的 没有计划 想着上来消费一下 为什么呢 香港都可以消费 香港 香港都有消费 不过这里都是试试上来的 平时都少上来 那在这里体验一下什么 体验一下 喝什么吃吃 也都有人经深圳 再去远一点的省市游历 去武汉 可能几千元玩五日 去看櫻花 我想价钱两三倍 而因为内地并不是公众假期 有港人就说 除了过关人多 到了深圳 多个消费热点都不算太势碧 无线电视记者 袁家軒在深圳楼湖报道 假期也都有不少市民 选择流港消费 天星小轮免费乘 加上有商场趁假期 提供免费泊车邮位 吸引不少人顺便周围玩 可以免费坐天星小轮游位港 本地市民一或是游客同样开心 对市民和刺激经济 都有些帮助 多了人流就多消费 玩得开心 香港人挺入情 我们下次还要过来玩 当局是配合艺术三月 举办天星小轮免费日 尖沙序一个商场 亦都一年四日提供免费泊车 五个小时的优惠 终不起等候入停车场的车龙 延伸至广东道 虽然贴出已经泊满的告示 但仍然有不少司机继续等 免费泊车 又免费游渡海轮 再过去看艺术展览 到处去一下 今晚回来吃饭 因为有小朋友 不是很方便 中午过后 无论是商场 或是附近的街道 人流都逐渐增多 不少人说 北上消费更加便宜 流广的市民和游客又怎么看呢 游客认为两地各有特色 现在要去不同地方都很便捷 无线理事记者 叶昭华报导 转体客 台湾素食餐厅食物中毒事件扩大 增至21人中毒 包括两个死者 合共有8人的样本 验出只要极少量 就足以致命的毒素米烤群酸 而目前仍然在 深切治疗部抢救的食客 其中一人脑部出现病变 受食物中毒事件影响 涉事素食餐厅所在 台北信仪区一个商场的美食广场 即使是午餐时段 人流都比平时疏落 由于现有个案都是进食炒果条 或者可分之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有面甸就说 近期少了客人爱果条 自己也不敢入货 案件目前向涉嫌过失致死 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方 方向征办 宝林茶室负责人和店长 星期五再被要求协助调查 负责人接受调查之后 州事件鞠躬道歉 25岁替监厨师接受调查之后获释 三个人同样被限制出境和出海 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涉事餐厅违反食安法 罚款250万元新台币 台湾当局结果公布 两名死者围体样本 都发现罕见的迷酵群酸 为了确认是否与食物中毒有直接关系 当局将会扩大检验范围 有专家就说 现时没有针对迷酵群酸的解毒药剂 只能够尽量透过代蔬将毒素排出身体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导 迷酵群酸这种毒素 在常见食材例如米饭和黑木耳等处理不当 都有机会产生 有医生说米酵群酸 中毒致命率可以高达四成 可粉、米粉、白饭、黑木耳 这些都是日常食材 但原来处理不当 有机会产生毒素米酵群酸 米酵群酸主要出现在 谷物发酵制品、树类制品 以及经常时间浸泡的黑木耳等等 它是由耶毒白克、霍尔德士菌产生 常见于泥土、植物里面 在特定温度会产生毒素 有药剂师说浸泡黑木耳的时候 最好摆入冰箱 加少少柠檬汁或者醋 就可以抑制细菌制作毒素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毒素呢 就是因为你在发酵过程 环境有污染 或者那些椰子本身 或者玉米本身就没有清洁好 这些菌会在一些 大约是25度至37度 就会生进得快些 26度左右 它就会产生毒素容易一些 热是不会清除到它的 就算洗也很难洗掉它 有急症科医生说 种了这种毒素 轻则哀呕吐痛、重则死亡 这个毒素会影响到身体的细胞里面 我们叫线粒体的小器官 因为线粒体其实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将我们平时通过我们食物 摄水道的能量 怎么转化成为ATP 是用来我身体用的 简单来说制造不到ATP 细胞好像实色一样 所以变成我们其实 所有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所以细胞没有足够的能量出现到 便会令到器官出现的衰竭情况 它说只需要一毫克就可以致死 致命率可以高达四成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导 休息回来会报导 共冲居屋单位起火 三人受伤 四只猫死亡 第一届香港国际沙剧战 将会在6月揭幕 上演改编至沙士比亚明珠剧目 回来新闻时间 东冲一个居屋单位发生火警 三人受伤送远 四只猫死亡 接步东冲预太苑预英国 17楼一个单位起火 消防派出一队衣舞队和一条喉灌构 过八个居民疏散 部分人要用毛巾遮面 有居民说在睡梦之中 被火警钟惊醒之后逃生 出了浓烟 因为我住在单位的楼下 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突然在火警钟 然后看一看外面 就看到很多人拍着我上面的单位 然后就看到是出浓烟 然后立刻下来 很大烟 焗了上来 不过很快就有消防 这样就叫我们走回到楼下 有没有闻到烟大锅是什么味道 其实很浓 我们刚刚楼上 所以乱乱伸枪 起火单位58岁女护主 面部和手脚分别二级烧伤 警方初步调查 是女护主使用火枪的时候 怀疑不慎点燃其他杂物引起火警 同层两个分别65和80岁的女人 也都吸入浓烟不息送院治理 消防员也都在现场救出四只猫 并为他们提供氧气 和进行心外压急救 之后证实全部死亡 由爱护动物协会人员接走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外加部驻港公署和保安局 分别致限华尔家日报和英国违报 批评他们每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误导读者 唱衰香港发展前景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个星期刊献生效 华尔家日报日前以香港大退步为题 发表社论 提及香港成为更危险的地方 外加部驻港公署批评是危言耸听 说包括华尔家日报在内 不少西方媒体对香港人像扭曲 令外界误解香港 处方说社论双重标准 宣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条款模糊 同时捏造指控 条款并没有提及香港将外国影响力 视为威胁 对于社论话 本港现时可以集中发展经济 但已经为时已晚 厨房说无需纪人休天 所有末日预言都没有实现 英国卫报日前也有文章 标题为香港官员警告 网上批评或违反新国安法 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 致涵反驳说他误导读者 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 批评政府是违法 讯涵提到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接受传媒访问时 明确指出条例只是禁止 煽动对中央或香港特区政府的仇恨 但没有禁止纯粹批评 卫报报道标题严重扭曲林定国的言论 误导读者认为批评政府是违法 又重申 就政府施政作出基于客观事实 合理和正当批评 指出问题 提出改善意见等的言论 不会违反煽动罪 有关条例正准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清楚定名构成有关罪行的元素和刑法 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堕法网 武士烈士记者叶子华报道 荷兰政府宣布将为施资25亿欧元 提升晶片设备公司ASML 总部所在地的基建设施 防止公司将总部搬去其他国家 面对荷兰最大企业 晶片设备公司ASML出走危机 当局宣布推出贝多芬计划 极力挽留 荷兰经济事务部长 亚德里安心证实计划包括积资25亿欧元 折合超过210亿港元 改善ASML总部所在的牙因德霍分区 住屋、教育、交通和电网等基建设施 荷兰内阁也发声明说 当局有意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 但没有公布具体措施 强调这些措施有利ASML将总部留在荷兰 ASML欢迎政府有关计划 华受惠的不单止是 艾恩德霍分区的科技公司 还有荷兰全国 但强调仍未决定公司未来在哪里发展 ASML行政总裁温灵克 早前透露有意转移业务 公开批评荷兰的人财政策 包括计划取消技术移民的减税优惠 将会令到ASML更加难聘请重要员工 亦评击有荷兰直谷之称的艾恩德霍分区 得不到足够投资 交通、住屋和电网都有待改善 荷兰的右自由党在去年11月胜出大选 成为国会众议院最大党 领袖维尔德斯被称为荷兰版特朗普 主张反移民政策 企业忧略将出现请人难 以ASML为例 在荷兰的2万多名员工当中 有4成不是荷兰人 路透今个月的调查发现 十几家荷兰蓝筹企业 有意迁出荷兰 ASML近日成为荷兰首相 女特访华的焦点 因为荷兰政府早前应美国要求 限制ASML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光刻机 中方希望何况 确保光刻机贸易正常进行 共同维护全球半导体 产业和供应链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布道 泰国北部出现冰雹风暴 有民众形容部分冰雹好像网球那么大 文干、乌龙和木达汉府 星期四受到夏季风暴影响 部分地方狂风暴雨 甚至是落冰雹 有民众说部分冰雹 好像小朋友的拳头 又或者网球那么大 几十年来都没见过 由屋顶被冰雹打中损毁 当局之后巡视受影响地区 说18条村 有近1400间房屋被破坏 未有居民伤亡 农中物损失有待进一步评估 回来本港 第一届香港国际沙剧战 6月将会在西港文化区建幕 本地剧团联同来自南韩 英国和意大利等的海外艺团参与 西港文化区期望 可以吸引海外观众来香港 这一出是来自南韩的 哈姆雷德·阿凡达 哈姆雷德是沙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 而阿凡达就是指印度教入变神的化身 艺团将南韩和印度音乐 以及舞蹈元素融入沙剧 曾经在2018年南韩平昌东 奥闭幕表演 第一届香港国际沙剧节 一共有五套改编至 沙士比亚名著剧目 蕴酿近十年 6月在西九自由空间上演 本地艺团就选不用对白 由罗马尼亚国家剧院演员 连同香港演员 以当代方式演绎李二王 现在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 都是想将沙士比亚这一种 那么牵涉到人 那么深沉的人性的东西 带到给年轻的一辈 或者是非英语系 国家的观众 我们这个戏是无言剧 其实大家没有一个语言的隔膜 大家可以纯粹在情绪上的交流去演出 我们东方人去怎么看 沙士比亚和西方人看 也不一样 所以很期待到底会有什么火花出现 今次是亚洲首个以沙士比亚 和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演艺平台 获政府资作大约300万 希望能够吸引旅客来港 沙士比亚是一个国际 甚至无宇宙的语言 和一个艺术家 它的作品其实很有我们所谓的humanity 怎么可以令到这一件事 沙剧成为生活一部分 正正就是香港一个发展艺术很重要 第一届香港国际沙剧节的门票 将会在4月2号开始发售 而第一轮剧目包括李二王和亨利五世 将会在6月5号演出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报道